身穿橘色T恤 戴上黑口罩 面對媒體大陣仗 不停轉身面壁 不願被拍 她是假冒菲律賓公民身份的 中國女子郭華平 六號從印尼被押解回馬尼拉 但這情況不太對 明明是犯罪嫌疑人 警方卻說會保護她 而郭華平看來心情非常好 郭華平聲稱遭中國黑道恐嚇 才潛逃出國 但被捕過程卻向光榮返鄉 內政部長親自借來 私人專機載她回國 根本高規格待遇 被捕不但沒上銬 還能和部長嘘寒問暖 甚至和部長 警察局長筆葉合照 部長便稱拍照是為了做淨路 但什麼淨路不得而知 另外被捕上車後 同樣跟執法人員溫馨自拍 直播中還被捕捉到 對鏡頭拋媚眼 讓人質疑到底是貴賓還是嫌犯 菲律賓總統特別感謝印尼配合引渡 下一步郭華平將被移交到參議院 律師說只要他出席聽證會 拘捕令還會自動失效 人口走私洗錢逃稅冒用身份 最嫌重大的郭華平 不僅身份離奇 被捕後備受禮遇 任誰都會覺得事有蹊蹺